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它被运地山东运城的时候 一个中国武术世纪会盟 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在这个风云济会的日子里 泰山石被深深铭刻着 当代武术豪杰们 也在以各自的方式 招设着中华武术的传奇魅力 2007年初夏 山东省运城市来了一群人 他们不是一群普通人 而是当下顶尖的武林高手 他们来到此地的目的不是比武 是来参加一次 武术文化交流的盛会 这次活动被命名为运城会盟 交流中 一位道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他一边讲演一边掩饰 不时赢得阵阵掌声 这位道士是来自武当山的 三丰派第十四代传人钟云龙 他所掩饰的也正是武当拳 提到武当不得不让人们肃然起敬 它是传说中 中国武术三大原理之一 武当武术一度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 被描述的神乎其神 人们通常将这种 以练习内功为主的拳法 称为内加拳 而将以练习外力为主的拳法 称为外加拳 武当拳就属于内加拳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 武当内加拳与外加拳 有显著的区别 大多绵延而缓慢 这不仅让人产生疑惑 崇尚力量和速度的武术中 为何会有这样的拳法 柔软的拳柱 不由影视作品中 那样神奇的威力吗 据说在武当山 自古就有很多闭门修炼的武林高手 他们长时间在深山引修 以求长生不老而最终羽化成现 他们的武功很少为世人所见 很多人相信武当山中至今仍有这样的人 只有找到他们 才能了解武当拳的真正奥秘 带着这样的疑问 摄制组来到武当拳法发源地 武当山寻找答案 武当山位于中国中处湖北省丹江口市的西南部 它气势辉弘 风光一米 被世人称为万山来朝 武当山孕育出世界文明的武术流派 武当拳高手们就隐藏在群山庙宇之间 据我们了解 武当拳并不是一种拳 而是由许多拳种组成的拳系 据统计 武当拳系里包含有二百六十多个拳种 它们由不同的门派里的拳师传承 我们在武当杂志社找到了曾参加运程会盟的刘洪耀社长 他生长在武当山脚下 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 由于修编地方制和主编武当杂志的关系 他对武当拳研究颇深 他听到我们的来意后 为了让我们一睹武当拳的风采 刘洪耀决定带我们去寻访一位高人 据说这位高人深安武当拳法的奥秘 且深怀绝地 在寻找武当权士的路上 我们不仅看到了秀丽的风光 还看到很多古建筑 原来这里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 古人认为在高高的山上修建建筑可以接近上苍 而在灵修的武当山中 道士们更可以远离人世 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 中国人自古就有成仙入道的影响 从秦始皇到明朝的嘉靖皇帝 从宫廷到民间 人们不惜代价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 这也正是武当山的道士们来此修炼的目的 我们来到静乐宫寻找那位武功高强的道长 但不巧的是 这位道长正在闭关修炼 于是我们找到他的弟子了解情况 他不会开门 他闭多长时间吗 他从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了 从正月开始 不是啊 不是 等一下 你闭关是什么 天天吃饭吧 喝水吧 闭关一开始的时候喝粥 喝粥 后来就不吃饭 吃这个水果 水果我给他打成姜 打成姜 吃一点蔬菜 大概还搞多长时间 这个不知道 最早他说是闭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又说 哎呀 闭一百天 一百天过了 武当武术 或者说道家武术 它是 是依附于修道的 它这个武术啊 这是它一个副产品 它不是为了武术而武术的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 我为这个炼丹修道服务的 这位闭关的道长 不仅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还留下了更多的疑问 如果仅仅是为了修道 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为何还要借助于 有积极功能的武术呢 也许在其他拳师那里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武当功夫门派众多 拳法各不相同 只有寻找到身怀绝技的拳师 才能了解武当拳的奥武量 离开靖德宫 摄制组再次踏上旅途 深入群山庙宇 寻访神秘古营高手 请继续收看迷犬武当 紧接着武当山武术协会主席 蓝继云 带领我们到武当山脚下的防线 寻找一位93岁高龄的 老拳师刘几根 他是武当大字门派传人 据说习武一生功夫了得 武当大字门派 有一套天下文明的功法 就是进气铁步山功 通过练习 可以达到金钟罩体的刚强之序 刘几根从八岁 就开始练习这门功夫 刘几根告诉我们 武当拳法从来不主动攻击别人 而是后法制人 铁步山更是一个用来防守的功法 可以以其威力做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 通过威慑对手达到不战自胜的目的 这正是武当武术的特点 据他说 武当道士练习武术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道士们经常在山野修道 并四处云游 在此过程中 经常遇到强匪或猛兽的威胁 所以为了保全性命 他们借助于武术 在平时强身健体 而关键时刻则可化险为夷 大自门派除了威慑敌人的功法外 还有十分强劲的弃性武术 这位93岁的老人 居然一口气为我们表演了半个多小时 仍然神情自若 气息平和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叹 82年了 据说这些功夫因容易伤人 而不能轻易使用 所以为了对付难以威慑的强敌 武当拳师们还创制了一种奇特的拳法 它可以化解对方的攻击 巧妙制胜 这种拳叫太乙五行拳 于是我们又踏上了 寻访太乙五行拳传人的旅途 赵剑英是武当的俗家弟子 他自幼因几个多病而开始习武 1980年 太乙五行拳高手金子涛 因为十分欣赏赵剑英的资质 将这门一直秘而不传的拳法 传授于他 在他所开设的剑英国术馆 我们见到了这位 85岁高龄的老拳师 这套拳主要的是 规画不规抗 就是跪在这个化开 跟别人对手的时候呢 尽量的不要伤了 伤害了别人 这边都扣住这个鞋 你看轻轻地拿住以后 不住 不住 对 这个虎口鞋就被扣住了 虎口鞋 对 就是这个穴位的把握要非常准确 要练了 一下就能 口气不说 趋不离口 拳不离手 你说这个手把手扣 就要抓住 要快 慢了你就被别人打 以化为主的太乙五行拳 如果碰到十分凶悍的敌人 对方强大的攻击 可能容易化解 所以这套拳法 也刚进有力 富于积极 但即便如此 武当拳师们 一般也不需要发力制人 他们还有更为高超的技巧 和智慧 据说 在运城会盟时 讲演的钟云龙道长 就深谙这种拳法 但此人行踪难觅 道观里的人说 他可能在山里引修 自古在武当山的山里之间 就有一些引修者 他们是道教的信众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修炼 而能够余化成仙 武当山是道教的发源地 道教是中国最古老的本土宗教 独特的武当功夫 就是武术和道教的解禁 这种起源于道教的武术 有怎样的积极奥秘 也许我们找到钟云龙 就能解开谜题 可是在茫茫的山野之间 去哪里寻找一位隐士呢 我们首先找到了他的弟子 陈诗行 他正在练习一种武当亲功 据说他可以面对 四五米高的墙壁 迅速攀缘而上 这虽然和武侠电影中的 虚拟的亲功无法比拟 但这是现实中真实的功夫 非常人所能及 在陈诗行的引导下 我们在一个山崖处 见到了正在打坐的 钟云龙道长 听到我们的来意 他向我们演示了 张三丰原式太极拳 他说武当拳积极的奥秘 就隐藏在这缓慢的动作之中 武当拳的缓慢的进攻 如果作用于动攻 就能转化为力量和速度 这是无数积极能力的 关键所在 绵延的武当拳法 却在突然发力时 可以给对手 以闪电般的攻击 即便是后发也可制人 在这个动作中 尽 founding 在第二次 设计划 要守最后 第二次 使用 一定 tän 下 写 我 我们说我们现在看 无论是西方的拳击也好 还是其他国家的这种搏击术 还有很多 主要是怎么样产生一种 对抗的力量的东西 在太极拳里边不上力 不是特别注重那种强力的击打 它而是通过那种很柔的功夫 来化解强力 如果要是它这个功夫 在练到一定竞技的时候 别人击打它 它有一种反弹力 在技技术上 它叫四两拨千斤也好 叫这个借力打力也好 实际上是 内在功夫修炼到一定时候 别人在击打它的时候 它一种自然的动作 但是这种自然的动作 也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有人说它用了反关节原理 武当道士引修山野 武当拳法巧妙技技 神奇的道教派籍文化和中华武术之间 到底有怎样的观念 武当拳派是何人开创 答案也许就在这起伏的拳脚之中 请继续收看 迷犬武当 在钟云龙与徒弟的对练中 我们发现 钟云龙从来不主动出击 利用对手的漏洞 将对方的进攻 巧妙地化解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从铁布山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到太乙武行拳的以化为主 再到太极拳的借力打击 似乎武当拳始终在避免残忍的刺杀 极力以智慧和技巧 化解刀兵相间的矛盾冲突 但令人迷惑的是 在弱弱强识胜着为王时代 为何会产生如此奇异的拳法呢 原来武当道士们所创的武当拳中 蕴含着真爱生命的中华传统哲理 拳师们将太极 阴阳 五行 八卦等哲学理论 用于拳理 拳技 练功原则和技技战略中 它是以无极 太极 两仪为一整体 其中以太极拳 两仪拳 武当剑 行仪拳 八卦掌等 组成了一个内容庞大的武当内加拳系 武当拳师们也将道教真爱生命的理念 引入武术 即使出手交兵也以打人而不伤人 为武道所追求的境界 那么 是谁创立了这样的拳法呢 传说 他的创立者是一位神秘的道士 这名道士曾经做过官员 因不满官场腐败 器官习武 并拥有天下 最终来到武当山出家修道 这个人名叫张三丰 像太极拳吧 他应该说是纯属于武当道门 他就是张三丰练了外加拳 练了少林拳 然后结合到道家内担公 创了武当拳 张三丰和他所创的武当内加拳 在几百年中名扬四海 几个世纪以后的公元1983年 在少林寺学习外加拳法的钟云龙 偶然听到了这个名字 但那时他还不知道 这次听闻将改变他的一生 这张三丰练是个很奇特的人 功夫非常好 而且他能长寿 练他这个功夫 他能活三百多岁 来武当山学艺的钟云龙很快发现 武当内加拳和少林外加拳 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每天念经打坐 学的拳法也缓慢柔和 很难想象 凭着这样的拳法 能够行走江湖 克敌制胜 但随着他对道教教义的了解 他发现武当拳法并不是一种 让人好战求胜的积极技巧 而有更深层的毅力 武当的功夫是柔 所以柔能刻刚 我觉得这个柔能刻刚很神秘 然后在他们宣传 这个内涵比较好 跟这个东方的文化 东方人就思想意思 比较凶文乎 所谓道法自然 道士们从大自然中 看到了生命的规律 他们主张 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自身的和谐 当年呢 把以前道家的一些道音的动工 变为拳法 但是他这里边呢 又隐身了和他又增加了 包含了这个积极的功夫在里边 非常巧妙的 非常完美的把它结合了一块 所以说这是张天丰来的最 可以说是在 如果是说讲这个中华铺方面呢 这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因此武当拳有很强的健身功能 武当拳要求动静结合 注意气息倒影 武当的进攻 亦是内加权和外加权的主要区别 而这种守静的思想 则来源于中国古老的老庄哲学 怎么样使我们达到 这种守静毒这种状况 那么就是我们心里边 要保持一种虚 积的状态 那么就是要尽可能地减少物质的欲望 减少对民力的追求 今天 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 武当武术 无论是在庙观里 还是在民间 都有广泛的流传 武当山也成为 中外文明的道教和旅游圣地 世界各地的游客 纷至踏来 在他们中间 也不乏武当拳的追求者 他们怀揣着成为 武林高手的梦想 上山学艺 为了学习武术 而来到武当山的中云龙 如今却无意成为武林至尊 他在几年前 辞去了道教协会中的所有职目 并离开了居住了几十年的庙观 现在中云龙行踪不定 在云游天下之后 他决定隐居山林 我是一个道人 搞武术 练武术 弘扬武术 那只是我修炼的一个间断 后来我是想把这些全成的东西 我继承了 我全下去 我培养一些人 他去继承 这么多年 这个弘扬武术 确实对我个人修为了 所以有很大的影响 讲修啊 搞那个表演啊 整天忙于一些舒适 我自己的精神耗费了 所以使得自己 写在很多东西里就退化了 当然我们有这个经验 有这个经验 所以说我们最终还是要去回归自然 去修常生之道 引修于山野 回归于自然 天人合一的景象 让武当山更加充满了灵修之气 武当全的全师和修道者们 就隐藏于这群山之中 在这里 名利的追逐 爱恨的纠缠 胜负的分别 都将随着古老的东方哲学 消映于阴阳太极的微妙世界 武当全也将以更加鲜活的生命力 从这里走向世界 走向未来 小说中的峨眉派并不存在 听说老先生有骗他的 而真正的峨眉功法 却惊世害损 他们的拳法来自罗汉 他们的灵巧暗藏杀戒 打来以后往后生 曾经的武僧去不谈习武 太多谜团如何解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起峨眉派 很多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了解到的 小说中的峨眉弟子大多是尼姑 他们素来行侠仗义各个武艺高强 然而2007年5月 中国武林在山东运城汇盟时 当很多人都期待着峨眉派那些武艺高强的尼姑出场时 不料却看到了一位俗家弟子 金龙先生他在武侠小说里面描述峨眉派 描述得还不够准确 那么峨眉武术究竟是什么呢 峨眉武术是什么 当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峨眉山寻找答案时 看到的僧人和尼姑似乎并非小说中那样身怀绝技 在这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武术有关的迹象 难道武艺高强的峨眉派并不存在吗 尼姑在佛家称作比丘尼 福虎寺是峨眉山最大的比丘尼寺院 每天早晨四点三十分 比丘尼们都会按时起床开始诵经 并没有像小说中描述的文集起舞 然而在早课之后比丘尼们仍是没有一点恋武的迹象 难道是小说中的描述出现了偏差 峨眉山的比丘尼到底是不是峨眉派 他们会不会武功 这些疑问需要一个答案 这个练武嘛 这幅伍式现在是没有 院里有人传授 根本都没人嘛 再说那个 我们平时一天的时间也挺紧的 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去练 五十年代以前 是 上上是没有比较你的 那恰恰我们金庸老乡这些的 这个武林高手里边 都是这个什么灭绝思态 好像都是这个比丘尼都有武功的 其实这个方面与历史上它有偏差的 比丘尼进驻峨眉山 只有短短五十年的历史 看来小说中的峨眉派 只是一个虚构的幻象 他们根本就不会武功 那么在比丘尼之外 是否有真实的峨眉派存在 峨眉山市档案馆 现存有几万册 关于峨眉山的史料 在漫长的历史中 我们并没有发现 任何关于峨眉武术 直言片语的记录 只是在峨眉山志中 有一首道人全歌 练拳的道人是否就是峨眉派 这些关于道人的描述 让我们感到神奇 怎样的武功可以让一个道人 双手变幻无穷 更不可思议的是 岩石崩裂这一句 这是怎样的神功 关于征集峨眉武术的启示 峨眉武术与少林武当 并称中华武术的三大国派 已有三千多年历史 由于历史原因 大多数已失传 许多堪称峨眉派武学绝技的 对家中华也不见本地 峨眉武术正在申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的另一种解释 便是遇到了抢救的地步 当地政府也在寻找曾经的峨眉武术 是否能够找到那首诗歌中的 岩石崩裂飞沙灶 没人有太多的把握